然後可能包括遊行或靜態或通態都會有 那我們會盡量在最短時間內把這個活動的內容充實到 也不想說靜態內容 可是盡可能讓大家能夠很開心的來參加 然後把自己的聲音講出來 很開心的參與正常活動 然後帶著一股對棒球滿懷熱情的心離開 那其實我想包括這個所謂的職棒的這個牽討事件 其實我覺得談不完 我們時間再多的都談不完 但是我想今天點出幾個訴求也點出幾個問題所在 那我想後續啦 包括你們後續還會有一些行動 那我覺得這一次其實很有趣的一個現象就是說 就是說很多的媒體 像蘋果日報幾乎是每天 上個禮拜幾乎每天都是頭版 報導這個所謂的職棒牽討的事件 包括很多的報紙很多的媒體 平常體育版是不可能做到頭版的 但是這個事件他們都會做到頭版 那所以我想是不是你們也可以 因為你們幾位好像也有參與過 參與了那個所謂的名嘴政論節目 所以也有這樣的經驗 所以你們親自跟這些所謂的政論名嘴互動 那其實我很好奇就是說 他們到底是真的了解棒球嗎 我相信有很多球迷 我有在網上看到有很多球迷 整理了一些媒體 一些吐槌的一些狀態 那包括你們職棒公會 職棒球員公會 他們也針對中天啊 針對那個好像TVBS是不是 就是說他們有一些錯誤的畫面的部分 他們也提出了一些聲明 那你們要不要講一下就是說 到底你們覺得媒體這一次的報導 到底有沒有符合你們所謂的 在你們球迷的眼中有沒有符合你所謂的專業 嗯我想啦 就是因為這次他所做這個評論 我們剛才所說就是政論節目 那政論節目的部分 他們本身就是平常主要的話題 並不是環繞在棒球這一圈裡面 那我想所以他們對於這個場內啊 這些打球的事情比較不了解 那我想也是情有可原啦 但是如果說引用錯誤畫面 可能就是媒體本身要稍微自己改進一下 對我們並不是說要批判他 或者是對他有什麼責難 因為說實在話 我們這些球迷 或者更概括一點說 人民都會對新聞做出一個 那個決定的判斷 心中的那個判斷 那所以說媒體為給我們什麼新聞 我們不一定要接受它 所以說我們會發起這個遊行活動 也是因為如果媒體們他們沒有辦法 完整的反應我們的訴求 給這些社會大眾知道的話 那我們是希望說可以藉由這個遊行 來表現我們的訴求 傳達給社會大眾各階層知道這樣 那還有教育 而且不好意思 而且剛好在這一次 如果就是大家都有每天經過 有在看報紙的話 你有沒有發現 這一次從總冠軍戰G6 第六場開始 那一場17局 石破天津有比賽 對對對 破世界紀錄 對那一天就是破世界所有紀錄這樣 那隔天包括聯合報 《中國時報》《自由》《蘋果》 還有甚至《旺報》 都有一個 都有頭版頭條的報導 那表示其實媒體是很重視棒球 這一塊新聞的 那到隔天總冠軍戰也是一樣 至少四大報都有出來說 總冠軍統一是拿下來 但是一隔天一出現下來之後 怎麼講 其實媒體還是很關心我們的棒球 姑且不管對他們而言這個是有 新聞價值也好 還是可能嗜血的價值也好 我們不管 但是我只是會希望說 不管是平面媒體 也不管是電子媒體 在遇到這些事情之後 我們可以回歸到真實的 去探討一些真實的層面 也不是一直去可能 只是一些表象的東西 對表象的東西 那當然站在全民地場 其實也沒有什麼批判的意義 只是說希望不要因為這樣子 會讓其他可能原本不是很關心的 一些普羅大眾看到新聞 可能會有一些誤解 其實我比較好奇的是說 比如說像你們 你們在看網路的一些 不是網路是說 你們球迷在看這些媒體報導的時候 比如說今天又放出來 曹錦慧跟誰吃飯 跟誰吃飯 今天又放出來 假設像今天講什麼 雨刷有豪華招待所 就是說當你們發現 檢調的一些偵辦的 好像一些資訊都會故意放給某些媒體去放話 你們是怎麼看這樣的事情 其實我想到底 媒體的神通廣告 其實我想大家都越是越有耳聞 那是不是檢調真的刻意放還是 我想我們並不能去評判 那曾經我想也要講幾點的 像我們剛才訴求的部分有幾點 我想這也跟這次的事件有點關係 像為什麼很多 包括很多名嘴在節目上 通常交保、收藝、講天花亂 就好像交個保 交個二十萬、八萬 就是這個人一生就是有罪 什麼之類的感覺 那我想這部分的話 其實球員包括球員工會 什麼之類的 你們當你們球員 球員工會這樣是 維護球員群的組織 像是蔡瑞琳、蔡瑞莎 其實就有出來 包括中華之外 也有發生命稿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值得肯定的做法 包括你要去解釋說 交保為什麼要交保 是不是代表球員確實設案 還是只是什麼 只是可能 有些嫌疑或是它是 案件關係之類的 那我想這些 當你 這些東西都是你要去注意的 而且這東西 但我們球迷只能夠用 我們球迷太多了 每個人心中只有一把尺 可是當你雙方 不管是檢方 或者是你可能是被告一方 之類的 你們都要去為自己的聲音 去做出誠心跟證實 我想這是很重要的 那我想還有很重要的是 就很如剛才Japan跟小宇講的 就是我們球迷用進場支持 然後用街頭活動 然後媒體也報導注意到我們 所以我們真的要相信 我們自己是真的可以改變什麼 就像金探號講的就是說 如果我們用消費者來定位 球迷這整個場域中的角度是比較弱勢的 可是當我們不只是一個沉默的消費者 我們帶著我們的情感 因為今天如果我只可以消費者 我可以不買你這產品 可是今天我就很愛你這產品 我愛到說我明明知道這產品有問題 我還是要買來吃還是買來用 然後用到我自己全身遍體淋上 一天都很哭 然後心裡也受傷害 那帶著這樣的情感 我們要站出來 相信我們自己能夠做些什麼 能夠改變些什麼 我想 我想我們過去的幾天行動 相信自己在拉人 我一個 你一個 他一個 加起來三個 三個再去找三個 這樣子找下去 那樣的力量 是我們可以去改變很多事情的 其實現在好像網路留言有一些狀況 不過我相信 如果說真的沒有辦法留言的話 我想 就是 看是不是用什麼方式可以跟我們溝通 那其實 我相信很多網友都對這樣的議題很關心 其實今天也有很多網友都有提出他們的想法 那我們一樣回到我們媒體的部分 比如說你們覺得 因為你們這次也接觸了很多的媒體 包括平面媒體 電子媒體 你們覺得說 是不是台灣的媒體 你會不會建議 譬如說像 因為平面通常都有所謂的專業的體育技術 對 那在這個部分你們認為說 像電子媒體 就我所知好像 除了少數幾台比較有之外 那你們針對這個部分 你們有沒有一些觀察 這部分可能我想 因為他 他們來跟我們都幫我們運錢 對 然後 我想 確實在 接受採訪的過程中 會發現有一些的問題 他能夠很快進入狀況 然後 有一些 我不指名到 你不用不用 然後有一些人會說 你們在這邊幹嘛 為什麼要來這邊 然後說 這也是兄弟 這也是兄弟宿舍 為什麼要來兄弟宿舍 因為我們現在 很多是兄弟鄉民 就這樣 因為你們提效戒備的問答 對 那我想 是否要 我覺得其實我們要重視的東西 不管 就像黃大哥講了 媒體 很多媒體沒有運動專業部門 那其實台灣 在運動的這個產業之中 又有多少運動專業部門 運動行銷有嗎 甚至是 經紀人制度 什麼之類的很多 你這些制度不打好 你看像比如說像 雖然拿美國為例可能有點太冷 但我必須要講 美國他光是針對 你要怎麼去做數據分析 要怎麼去判斷全能好壞之類的 他有一整套很完整的系統 他把運動市場 整個的頂座做得很大 所以 可是反觀台灣 台灣沒有 經紀人制度 目前有了沒有 沒有 因為沒有自由 只有旅美的球星才有可能 對 那我想這些制度的話 都是政府 政府跟聯盟方法 都要去積極推動的 因為這樣的制度推動起來 你聯盟可以 你聯盟去推動上 你聯盟可以硬起來 你政府推動這樣的制度 你政府可以規範化很多的東西 避免很多的不法行事 或是在法律 法律跟道德 或是跟一些私人摸戲之間的那種 模糊或空白地帶 我想這是真的要 去有這個心 把這個